为了发展农业,落实照顾农民的政策,农委会农粮署跟民间农业团体合作,推动高丽菜登记制度,并且启动外销机制。 11月14号上午,第一批登记高丽菜在云林二轮果菜合作社丰贵启航出口到加拿大,并且在当地最有名的国华超市上架开卖。 农粮署长胡忠一表示,台湾云林,彰化一袋秋天生产的高丽菜,品质跟口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,每次出口到日本都供不应求。 今年加拿大也订了一整个40尺的货柜,农粮署希望帮助农民打开行销通路,保障高丽菜农的收入。 我们有三个策略相关的做法。第一个,我们在国内行销,我们去做,比如说在希望广场,在国内的这些大企业,或者是大的行销通路,联手店里面去做促销。 第二个,加工,把它抽离,就是现在盛产的时候先把它去做加工水饺,或者是做其他的这些酸菜等等。 那第三,就是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外销。 另外为了解决外销的保鲜问题,农粮署辅导各地合作社,突破冷链技术,以真空预冷方式,降低蔬菜变质,或者是菜叶变黄的问题。 这一次10公斤装的1400箱高丽菜,可以说是保证新鲜,而且可以持续辅导外销。 目前已经有出口越南的计划。 农粮署就是,我们瞬间抗田间热的时候,不管我们国内的销售,或是外销,都会有油性,因为田间热去掉的时候,它就没防化嘛,所以它比较耐储存。 目前农粮署也跟民间单位配合,透过高丽菜媒合登记制度,找到进口商需要的高品质高丽菜,成功促成这一次台家双方的农业交流。 参加高丽菜登记的农民表示,有了高丽菜的登记制度,供需媒合更快速方便,外销的价格也比保证收购价还高。 高丽菜现在正值产季,所以它比较,它的优势它是鲜甜,它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高丽菜都很甜。 如果喜欢吃这个高丽菜的人,它的孕妇价格会很高,所以它是对于,对于那个便宜的市场,我们没有竞争力,但是对于高品质的市场,我们很有竞争力。 农粮署长胡忠一表示,帮助农民不是口号,要有实际的行动,不用签合作备忘录,直接就会有成果。 最近高丽菜价已经逐渐提升,如果这个时候实施耕除,反而会造成高丽菜价惨叠,伤害到农民。 农粮署有信心维持高丽菜的合理价格,希望中央跟地方政府共同努力,提升高丽菜品质,保障农民的生活跟收益。 记者陈文旭,肖又金,云林报导。